今天这期也是牵扯到好几棵石壶 内容也比较杂 有剪枝、繁殖、摘高原、小苗遗栽等等 好,先来看这第一棵 这棵是春石壶 花基本上就算卸了 所以今天打算给它剪个枝 花卸之后的春石壶不会休眠 您看它那小芽已经长出来了 不过前段时间因为在屋里赏花 光照可能不太足 这苗显得有点弱 在这些枝条当中 有一些像这个有叶子 完全没有开过花 像这种呢肯定是要留下的 明年这些会开花 不过这个有点要鼓小芽 但现在温度高了 估计这个芽要是长的话 很有可能是高芽 但也不一定 毕竟这温度也忽高忽低的 没准也是花 去年就是在挺热的时候 还开了几朵花 这儿这棵上也有芽 这棵是开过花的 这个枝条上的花芽从头到尾 本来应该是很多 不过有一部分花芽很小 就被虫给咬掉了 但是它还有叶子 这个枝条上的芽角 因为都已经萌发过了 很大概率明年这枝是不会开花的 但是因为它有一叶子 所以一定会留着它 可以给新的芽提供营养 正常来说花芽之后 它会进入到营养生长阶段 会长新的甲林茎 那新的这些甲林茎呢 就是明年开花的主力 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些老的甲林茎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供养新的甲林茎 已经开过花的这些呢 明年不再开了 凡是还没有开过的 明年也会开 所以这些老甲林茎 如果不是为了繁殖小苗的话 最好不要剪 就留在这儿 它还是有用的 那我是想剪点来繁殖小苗 就从这四个没有叶子里面挑选 但是其中有一个有叶 那这个肯定就落选了 不剪它 没有叶子的这些甲林茎 是相对比较老一点的 凡是有叶子的这些呢 就相对稍微年轻一点 今年还有叶子的这些 就是现在已经在的这些 估计到明年这些叶子就没有了 我打算先剪两条吧 它的新的芽是从那个桔上发出来的 所以剪的时候不要正好剪在桔上 最好剪在桔中间 那儿不会出芽 剪完之后肯定有伤口 不用做任何处理 让它自然风干就好 剪下来的这两条就可以用来繁殖小苗 这两条呢 可以剪成比较短的段 也可以整条不剪 就这么用 我是倾向于整条不剪 等它出了芽之后 再根据芽的位置来剪 这是我之前育的苗 现在正隔着沙帘晒太阳 这是移栽之后了 它们最初也都是在那个育苗盆里 现在育苗盆里这些 都是去年剪下来的枝条 长了苗以后呢 我就拿出来 现在还有三个没有移栽出来 所以今天我准备把这三个苗都移出来 因为我也要放新的枝条了嘛 这些苗挺容易拿的 因为这些枝条就是躺在水苔之上的 所以这样轻轻一揪就都起来了 水苔可以留一点移栽的时候 然后揪掉一部分吧 就这样放上就行 然后再添一点植料 这个小叶子有个有点伤 是被某人给我碰翻了 不过也没关系 我发现这个石虎真的非常的皮实 它的小苗也很壮 长得特别快 昨天那期视频里不是展示了一下 我蝴蝶兰的苗 那个剪下来的花梗 那种鱼的苗长得真的非常非常慢 也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石虎这个真的好容易 这一截比较长 横着进不去 竖着进去把这个苗歪着 算了 还是横着吧 当然也可以把它剪短 但是我就不剪了 让它长着 这样它还可以给小苗提供更多的营养 对我刚才说石虎小苗长得快 是苗出来以后长得很快 但是还没出来苗之前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记得去年我开始育苗的时候 最初就是等啊等啊 怎么还不出来 还有点着急 后面一旦开始出了以后 就一个接一个 很快乐就 这个其实还有点太小 但是它这种移栽 对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伤害 就是从水苔上转到树皮混料上而已 所以也就一块把它给移到这个杯子里去吧 但是因为它还特别小 需要保持特别湿 今天这个植料呢 用之前没有泡 有点干 埋上之后 需要泡一下 把它们都泡湿 因为这些苗还很小 植料要一直保持特别湿 我用这样上下两个杯子 下面那个杯子里面 底下会一直有水 不用太担心不透气 一个是这些植料块都很大 空隙很大 透气性不错 另外就是这些苗都在面上 埋得非常浅 让那三杯在那都泡会儿 这个育苗盒需要清理一下 把还是绿着的没有长芽这些都捡出来 因为我要换一下这个水苔 水苔也用了一年了 一直都是湿的 我怕它酸腐 所以换换新 水苔始终保持湿的 不需要见干见湿 永远是湿 湿乎的枝条平躺在湿水苔上 不要盖上 保持通风透气 最好是这么平躺 比竖着叉可能好一些 竖着叉的话 这个湿度不均匀 实乎育苗就是这么简单 给点时间 一盆就可以变成好多盆 这些甲林镜 只要没有肝黄 我就会一直留着它 不定什么时候又出个苗 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是上头有个高盐 这个石湖的名字 我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是 春石湖 秋石湖 还是什么石湖 这高盐我觉得也不小了 根也挺多了 今天准备把它摘下来 摘高盐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就是 别伤到它的根 都挺细的 所以稍微注意一点就好 左右摇晃一下 不是很吃力 我是这样拧一拧 不想硬拽 怕伤了这个苗 哎 下来了 这个小高盐 我也是打算用这么一套杯子 刹下两个 因为这个伤口要埋入质料 最好是让它稍微风干一下 也可以抹点什么东西 把这个伤口封一下 我呢是打算用 我这个像沥青一样的东西 这是专门用来封伤口的 虽然只有这么一小罐 但是我觉得够我用一辈子的了 因为用的真的非常少 如果您没有买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不买也罢 真用不完 如果您非常想买的话 我是在巴尼斯买的 伤口封好之后 就可以买到盆里去了 我还是用树皮混料 下面正好找到一个特别大的碳块 就放下去了 这个质料也还是干的 跟刚才一样 所以这个弄完之后呢 我准备拿水冲一下 暂时不泡了 那伤口虽然封住了 也还是有个伤口吧 所以今天我只会用清水冲一下 明后天吧 再给它泡湿 在做后面这些事的时候 前面换的那个三盆 一直在泡着 这会儿把泡的水倒掉 重新给点水 看到下面那个水位吗 全都泡到盆的下部 最小的这个苗 它的水位最高 这个水位如果回头看看吧 还是不够高的话 还可以再提高一下 等到苗长大 根扎下去了 那个时候呢 水位再降下去 可以见干见试 目前是小苗 这么小个苗的阶段 只要一直保持湿了就行 但摘的那个高盐 埋的还算湿 所以这个水位不会高 最高水位 也就到这个盆的底部就行了 正常应该是不接触上面的盆 这会儿功夫 刚才新放的那两个也都适了 颜色都差不多了 我还有一颗纯石糊 花也卸了 前几天给它盆也换过了 但是当时没有拍 这就是那个花饼下头长根的那个 花卸了 花饼还在 根还在 不知道它们做何打算 这颗所有的甲铃镜都有叶 也不多 我也不打算剪下来繁殖了 这颗换完了 只浇了些水 没泡盆 这会儿看着是有点干了 所以拍完之后 我会给它泡个盆 这颗换盆是因为之前的盆太小 而这个品种又特别大 花也大 这甲铃镜也长 比第一个那个高很多 所以就给它换了稍微大一点的一个盆 希望明年能开很多花 今年花不多 不多还被虫咬了几个 好 今天就是干了这些活 咱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有点 � Aquatic Version 太柔铃镜 Favorite 就是 这